新冠疫苗在来台前 指挥中心也做好准备 发布了疫苗专区 还有最新的十大接种顺位 原本优先接种对象 从九大类扩增为十类 其中第四顺位是改为专案申请者 只要是因为特殊情形 必须出国的人 像是代表国家出国比赛的运动员 或者是外交人员 都可以申请打疫苗 另外在国内开始接种 一到两个月后 指挥中心会进一步评估 释出一定的数量 要给商务人士来自非接种 台湾网球女将谢淑薇 再创纪录成为史上第一位 晋级大满贯单打八强的台湾女子选手 而台湾最速南洋俊翰 也要用成绩争取积分 立拼进军东京奥运 未来运动员想出国比赛 又怕国外疫情太严重 也可以优先打疫苗 指挥中心公布最新的公费新冠疫苗 十大接种顺序 首先第一顺位依旧是医事人员 第二是防疫人员 像是海关负责居家检疫隔离者 关怀服务工作的人 而高风险接触人员 则是被列在第三顺位 包含国籍航空机组员 国际商船船员 第四则是最新增列 因为特殊情形必须出国的人 包含外交人员和运动员 其余顺序则是没变 依照职业疾病和年龄风险排序 以一人师打两剂疫苗来算 这十大类总共不会超过三千万剂 最近就要出国去 可能去东京奥运去比赛 为国争光 所以我们当初会把它列在这个里面 除了新版十大顺位出炉 国自费接种也出现曙光 专区下方也特别备注 在施打疫苗一到两个月后 也是有多的疫苗 这种指挥中心评估 释出一定数量给商务人士 还有留学生提供自费接种需求 如果是三月开始的话 那可能在五月之后 我们在这边来做一些考量 当然是太晚了一点 一个正式的护照 再加上一个疫苗护照 才有办法让你安心出国 但由于目前还无法证实 打完疫苗后 是否会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因此包含运动员和商务人士 在回国之后 还是可能会要14天的居家检疫 未来也会再做评估 结果听估论的电报道